汉和唐是历史上最能代表中国的两个朝代 上次讲了汉代制度 现在继续讲唐代 先讲唐代的政府 政府与皇室的划分 自汉以来既然 为旧王室论 皇位侍习法永远无何大变动 只是朝代的更替 刘家换了李家 此等事并不重要 但就政府来说 期间变化则很大 政府中最重要者为相权 因于相权的变动 一切制度也自随之变动 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 若以现在话来说 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 而唐宰相则采用委员制 换言之 汉代有宰相一人掌握全国行政大权 而唐代则把相权分别操长于几个部门 由许多人来共同负责 凡是经各部门之会议而决定 汉朝只有一个宰相 但与政府有大政事 以常有大会议 这是皇帝宰相和其他庭臣的会议 汉代则把相权划分成几个机关 这几个机关便需长传会议 来决定政府的一切最高政令 汉代宰相下有副宰相 御史大夫 我们也可说宰相掌握的是行政权 御史大夫掌握的是监察权 唐代宰相共有三个衙门 当时称为三省 一中书省 二门下省 三上书省 此三省执权会合 才等于一个汉朝的宰相 而监察权还并不在内 中书省首长为中书令 门下省主管长官为市中 上书省长官为上书令 唐分官节为九品 第一二品官均已处元老 不负实际行政责任 三品以下是为实际负责官吏 中书令门下市中及上书令 皆为三品官 若论此三省之来历 上书本是皇宫内庭秘书 已在讲汉代制度时讲过 中书依官明论 也既是在内庭掌理文件之一 市中则是在宫中侍奉皇帝 故就官职名义而言 这三个官原先本都是内庭官 而到唐代则全由内庭官 一变而为政府外朝的执政长官 和以前性质完全不同 其实宰和像在春秋时代 也谨细封建贵族的家臣 但到秦汉则化私为公 变成了正式政府的执政官 此后宰相失职 却另有一批皇帝内庭司臣 变成了正式执政官的 并如唐代之三省 何谓失职 因宰相职权 本该领导政府统治全国的 后来此相职权被皇帝夺去了 皇帝把他们的私属向中书门下 上书之类来代行政府宰相的职权 这是东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事 现在到唐代才又把以前宰相职权 正式分配给三省 换言之 意记是把以前皇室滥用职权 重交还政府 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之分配 现在再说中书门下 上书三省职权之分配 中书主发令 政府一切最高命令 皆由中书省发出 此种最高命令 名义上是皇帝的诏书 在汉代叫做赤 凡属重要正式之最高命令 一定要皇帝下赤行之 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却并不拟赤 而系中书省拟定 此所谓定旨出命 在中书省中除中书令为政长官外 设有副长官中书侍郎 中书侍郎之下又有中书舍人 原额有七八人之多 中书舍人官位并不高 然而他们却有拟赤赤之权 与中书发布命令 多由他们拟赤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 对于意见之伪决则 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 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 而中国人传统 则常求取决于贤人 春秋时既有贤均从众之说 哪一人贤就采纳哪一人的意见 假若双方均贤 则再来取决于多数 贤属质 重属量 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 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 就能够代表多数 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 这一观念反映在汉代的选举制度上 便极明显 所以国家的选举权 并不托付于社会一般民众 而竟由地方长官行使之 照理地方长官应该择贤而任 他既是一位贤长官 自能博彩于情 为国家选拔真彩 这是理论 至于事实之不能全合于理论 则属另一问题 既如唐志 中书舍人拟稿 亦由诸舍人各自拟传 是为五花叛世 然后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 就此许多初稿中选定一稿 或加补充修润 成为正式的诏书 然后再呈颂皇帝画一赤字 经画赤后 继承为皇帝的命令 然后行达门下省 所以唐代政府定止出命之权 使操于中书省 皇帝只同意画赤而止 待门下省主管长官市中 及副长官侍郎 接获此项诏书后 即加以复合 这是对此项命令之再审查 在门下省市中侍郎之下 设有若干第三机关 为之己事中 己事中官位并不高 但对皇帝诏书亦得参加意见 若门下省反对此项诏书 即将原诏书批注送还 称为图归 亦即将原诏书屠改后 送还中书省宠拟之意 图归亦称风博 风还 博还等 其意义略相同 此项图归风博之权 则主诸门下省 若以今日冠语说之 门下省所长的是一种副主权 每一命令 必须门下省附属 使得发生证实效能 如门下省不同意附属 中书命令便不得行下 赵斥自中书定旨门下复审 手续完成后 寄送上书省执行 上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 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 中央最高机构 郑氏堂 此种制度亦有相当麻烦处 如中书省拟好命令 送达门下省 如与门下省反对 寄予徒归封环 如是则此刀命令等于白费 即皇帝之划斥 亦等于无效 故唐治御下诏斥 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 举行联席会议 会议场所称为正式堂 原先常在门下省举行 后来又改在中书省召开 会议时 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及侍郎 结出席 若上书省长官不出席 正式堂会议 即事先不获御文命令决夺 故唐人目光中 须中书门下 始称真宰相 唐太宗在魏登级前 曾做过上书令 即太宗继位 朝臣无敢再当上书令之职 因此上书省长官上书令 常虚弦其缺 仅有两个副长官 即上书左溥义 即右溥义 上书左右溥义 若得奸贤如同中书门下平章士 及参之积物等名 既得出席正式堂会议 获得真宰相之身份 最先上书溥义都赴此职贤 所以三省全是真宰相 但到开元以后 即上书溥义不再富有出席正式堂之职贤了 如是则他们只有执行命令之权 而无发布命令及参与决定命令之权 他们掌握的并非政府的最高职权 因此也不得认为真宰相 但唐智除三省长官外 也有其他较低级官员 而得复参之积物或同三品平章士等职贤的 如是则此人亦得参与正式堂会议 此如现今内阁中之不管部大臣 行政院中之不管部的政务委员 虽非某一部的主管长官 而得出席政务会议 欲闻国家大政决夺 此等人必是官位虽低 而早负实望的使得加此职贤 当时的尚书省则略等于现在的行政院 而且是明时相辅之行政院 因他只管行政不管出命 政府的最高机构则在正式堂 凡属皇帝命令在赤字之下需加盖中书门下之印 既需正式堂会议正式通过 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 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 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 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故说不经凤阁鸾台何得为赤 中书省武则天改称凤阁 门下省武则天改称鸾台 这乃是说一切皇帝赵命必经中书门下两省 其实则皇帝的赵赤根本由中书拟传 但中国传统政治仍有一大漏洞 在唐代也并无皇帝绝不该不经中书门下 而静字颁下赵书之规定 这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下一种通融性 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便通之余地 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治 因此中国皇帝不置如英国皇帝般被逼上断头台 或限定他不得为种种活动 事实上唐代也确有不经中书门下 而皇帝随便下命令的 不经凤阁鸾台和名为赤 此事刘一之批评武则天的话 而刘一之因此遭了杀身之祸 武则天以下的唐中宗也便不经梁省而静字 封拜官职 但中宗究竟心切 自己觉得难为情 故他装置赵赤的封袋 不敢照常事风发 而改用邪封 所书赤字也不敢用诸笔而改用墨笔 当时称为邪封墨赤 此即表示此项命令未经中书门下两省 而要请下行机关马虎承认之意 在当时便认为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殊之事 因此在历史上传下 当时唐中宗私下所封之官 识人称为邪封官 因其未经正式赤封手续 而为一般人所看不起 举此一例 便知中国传统政治 本不全由皇帝专制 也不能说中国人绝无法治观念 但中国政治史上所规定下的一切法治 有时往往有不严格遵守的 此意是事实 但严格说来 则此等事总属胡闹 不可为训 只因胡闹的不大 皇帝私下只封几个小官职 也不知有大影响 直到宋朝 太宗赵匡印 开国为帝时 见得二年 恰封三个宰相相继去职 太祖预派赵普为宰相 但皇帝赵斥 一定要经宰相附属 此刻 旧宰相既已全体去职 一时找不到附属人 该向赤旨 既无法行下 宋太祖乃召集群臣 会商办法 当时有人献议说 唐代皇帝曾有一次 下赤未经宰相附属 此在甘露事变时 当时前宰相已死 皇帝临时封派宰相 既由尚书普役 参知正事者盖印 今可访此方式办理 同时既有人反对 为唐代甘露事变 虽曾用此方法 但违乱时 便通权宜方法 今大宋生平 不应采此方式 于是再次商讨 决定由当时开封府尹 附属盖刑形下 当时宋都开封 开封府尹 即等于国民政府 建都南京时之南京市长 恰巧当时开封府尹 是赵匡义 又系宋太祖的狄亲包弟 后来计为宋太宗 这才算完备了 这一赵赤的法定手续 根据这一点看 中国过去的政治 不能说皇权项权 绝不分开 一切全由皇帝专制 我们纵要说它是专制 也不能不认为 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 开明的专制 它也自有制度 自由法律 并不全由皇帝 一人的意志来决定一切 我们现在应该注意 在它的一切较详密的制度上 却不必钻在 专制与民主的字眼上 再来争执 再说回来 唐代中书门下省 参加正式堂会议的 多时有至十几人 最少则只有两人 即中书令 及门下市中 开会时 有一主席 称为执笔 讨论结果 由他综合记录 等于现在之书记长 此项主席 轮流冲任 有时一人轮十天 有时一人轮一天 大家的意见 不仅由他综合记录 而且最后文字 决定之权 意在他 这是唐代宰相一职 在采用委员制中的首席 来代替领袖制的一种运用 与安排 上书省与六部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 一经正式堂会议决定后 便送上书省执行 上书省是政府里 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 上书省共分六部 即立部 户部 礼部 兵部 刑部 公部 此六部制度 自唐代 已至清代末年 推行了一千多年 不过 六部次序 有时略有改动 唐开始时 是 立 礼 兵 民 行 公 唐太宗时 改为 立 礼 民 兵 行 公 至宋朝初年 次序是 立 兵 行 民 公 礼 宋神宗时 王安石变法 其次序为 立 护 礼 兵 行 公 这次序 虽为以后所研习 立部主管人士 及任用之权 官吏 必先经过考试 再由立部 分发任用 无品以上的官 由宰相决定 但立部可以提名 无品以下官 宰相不过问 全由立部 依法任用 户部掌管民政 户口等事 礼部主管宗教 教育事宜 兵部掌军事 刑部掌司法 公部主管建设 各有职掌 若已知比拟汉代之九卿 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汉代九卿如光禄勋 就官名本义论 等于是皇帝的门房 不脱宫廷私职的气味 唐代正名为立部 掌管人事 名称恰当 又如汉代管军事的为卫卫 卫仍对宫廷言 唐代称为兵部 执名史政 太常青就名义言 也偏在皇家司的祭祀 唐代改为礼部 便确定为政务官了 我们只论汉唐两代官名之改革 便见中国政治史上 政治意识之绝大进步 汉代九卿就名义论 只是办理皇室内庭室的家务官 唐代史正是有六部上书 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 不像汉代 只似皇帝的侍从 此为中国政治史上一大进步 无论从体制讲 从观念讲都大大进步了 尚书省乃唐代中央政府组织 最庞大的机构 其建筑已相当宏大 总办公厅名为都堂 两旁为左右两厢 立、户、礼三部在左 兵、行、宫三部在右 由左右溥义分领 每部分四司 六部共二十四司 每部之第一司即为本司 如立部之第一司为立部司室 其余各司各有名称 尚书省各部主管 上午在都堂集体办公 御室易于洽商 下午各归本部分别办公 如有参之积物或同平章士贤者 可去郑市堂出席最高正式会议 无此等贤者则专在本省办公 唐代有名巨著《唐六点》一书 基因记载此上书省中六部之组织 用人、职务分配等耳明 此书对当时政府各部门、各组织 之各项政权及人事分配 均有详细规定 此书虽成为中国历史上 行政法规之据点 此后宋明清各代均重视此宝贵法典 奉为归卯 千余年来国家推行政务 大体以此书为典范 无多变更 此后中央政府之变动 只在中书门下发命令的一部分 至于执行命令的上书省六部制度 则从未有大变更 此《唐六点》一书 系唐玄宗时 大体依唐代现行法规而转集 可说是当时的具体事实与现行制度 与本质理想和希望者不同 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 有两大名著 一为周理 一即唐六点 前书为中国先秦时代人之乌托邦 纯细一种理想政府的组织之描写 亦可谓是一部理想的宪法 其最堪重视者 乃为政治理想之全部制度化 而没有丝毫理论的痕迹 只见为是具体而严密的客观记载 我们读此书便可想见中国古代人之政治天才 尤其在不落于空谈悬响 而能把一切理论画成具体事实 而排列开来之一层 所以周理虽不是一部历史书 不能作为先秦时代的制度史大体上看 而实是一部理论思想的书 因为讲述先秦政治思想之重要材料 至于唐六点 则确已是唐代实际的行政法规 为唐代政府所真实遵循 虽负理想而已成事实 只有周理而演进到唐六点这一步骤 也可认为是中国政治历史上一极大的进步 但我们谈唐六点的 仍不应仅当它是一部历史书 为记载唐代现实制度的书 而应同时当它是一部理论和思想的书看 因唐代人对政治上的种种理论和思想 都已在此书中大步具体化制度化了 制度的背后都应有理论和思想 一切制度绝不会凭空无端的产生 若我们忽略了中国以往现实的政治制度 而空来谈中国人以往的政治思想 也绝无是处 唐代地方政府 以上讲的唐代中央政府 现在续讲地方政府 唐代中央政府的组织四角汉代进步了 但以地方政府论则唐似不如汉 唐代已渐渐进到中央集权的地步 逐渐内众而外倾 中央大臣比较汉朝要更像样些 但地方长官则较汉为差 中国历史上的地方行政 最像样的还该推汉代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一级为县和汉代一样 唐玄宗时全国有1573个县 比汉代多出200多县 县级以上为州 唐之州与汉郡是平等的 州设次使 在汉最先本为监察官 唐次使则为地方高级行政首长 唐代有358州 较汉代郡数多两倍于 唐县分上中下三等 6000户以上为上线 6000户以下 3000户以上为中线 3000户以下为下线 汉线仅分两级 万户以上为大线 其长官称令 万户以下为二级线 其长官称长 可见唐代的线比汉线为小 唐代的州也分上中下三级 十万户以上为上州 两万户以上为中州 两万户以下为下州 这叫诸汉郡相差更远 汉郡户口在百万以上的并不少见 即此可见唐代地方长官 其职权比重 较至汉代插讯甚远 其次是地方长官之怨属 在汉代由郡太守县令长 自行避主任用 唐代则任用之权 集中于中央之力部 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署 全由中央分发 任地方官者因其本身地位低 不得不希望升迁 各怀五日经兆之心 政府亦指得以升迁来奖励地方官 于是把州县多分几次 由下到中 由中到上升了几级 还如没有升 不向汉代官阶上下相隔不甚远 升转一脚灵活 由县令升郡太守便是两千旦 和中央九卿地位相等 汉制三年考纪一次 三考使定触摄 因阶级少升迁机会优越 故能各安余位 人事变动不大 而行政效率也因之提高 唐代则签调虽速 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 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 于是在官品中 建分清拙 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 四 观察史与节度史 说到地方行政便需附带数级监察制度 汉代丞相为政府最高首领 副丞相即御史大夫主管监察 御史大夫职权不仅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府 同时并监察及皇宫之内 这已在汉制中说到 唐代设御史台 所谓三省六部一台 御史台成为一独立之机构 不属于三省 换言之 监察权是脱离相权而独立了 此即是唐代监察制度与汉代相议之点 唐中宗后 御史台分左右御史 左御史监察朝廷中央政府 又御史监察周县地方政府 此即所谓分巡分查 监察中央的为之分查 监察地方的为之分巡 中央方面 最要者为监察上书省内之六部 中书门下两省则不在监察之列 唐德宗史上书六部 立、礼、兵、公、户、行 每两部各设御史监察一人 为之分查 分巡则分全国为时道 派去监察之御史 称为监察史 后改巡察、暗察诸称 最后称为观察史 一计观察地方行政 在汉制 次史规定六条视察 大体范围不得阅出六条之外 在唐代 名义上仍是巡察史、观察史 明明是中央官派到各地区活动 巡视观察 实际上则常常停住地方 成为地方更高一级之长官 地方行政权掌握在手 其地位自较原至地方官为高 估设以浅辟 如今至 教育部派都学到某几大学去视察 此都学之地位自不比大学校长 比之职务仅在大学范围内 就指定项目加以视察而止 但汉代则不然 譬如教育部分派都学在外 停住下来 而所有该地区之各大学校长 却都是受其指挥 他可以直接指挥各大学之内部行政 而各大学校长俯首听命 这一制度无疑是降低了各大学校长之地位 故唐代监察史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 而属于监察之职者 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 把周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 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两级 而后来却变成了三级 然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 随形成一种中央集权 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 假使此向监察史巡视边疆 在边防种地停住下来 中央要他对地方事物随意应付 临时得以权权支配 这即成为节度史 节是当时一种权权印信 受由此权权印信者便可权权调度 故称节度史 节度史在其地域可以指挥军事 管理财政 甚至该地区用人大权 意在节度史之掌握 于是便形成为藩镇 而且唐代边将节度史逐渐着用武人 于是形成一种军人割据 本意在中央集权而演变所及 却成为伟大不调 东汉末年之周末既已如此 而唐代又倒其覆辙 安史之乱既由此产生 而安史乱后 此种割据局面更行强大 牢固不拔 其先是想中央集权 由中央指派大力到外面去 剥夺地方官职权 而结果反而由中央派去的 全权大力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 回头来反抗中央 最后中至把唐朝消灭了 这与后来清代的情形也相仿佛 清代地方最高长官本为布政史 就如现在的省主席 清代的总督巡抚 就明义论应该如钦差大臣一般 临时掌管军事的 但结果常穿住闸地方 其权力压在布政史上面 殉至中央集权 地方无权 而到后此被巡抚总督却不受中央截制 中央也变解体了 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内外政权分合一大条例 总之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 必须得统一 而时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 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 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 现在专说唐代 似乎其中央行政比汉进步 而地方行政则不如汉 中央的监察官变成了地方行政官 这是一大缺点 而由军队首领来冲地方行政首长 则更是大毛病 唐氏之崩溃 也可说既崩溃在此一制度上